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各大连锁超市采取措施 保供货物已陆续运抵各门店 目前价格平稳 货源相对充足 致力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峻 总统皮涅拉决定 称换受到批评的卫生部长马纳利奇 马纳利奇的防疫政策受到批评 包括只没有发布详细防疫数据 以及没有实施更严格防控措施 导致疫情蔓延 新冠肺炎疫情使阿根廷旅游业 及上下游产业遭受重创 业界预估今年损失将高达50亿美元 为应对危机当局证研讨疫后旅游方式 并拟定重新开放酒店和旅游业的措施 埃及民航部和旅游文物部联合宣布 将在7月初恢复机场航班 与那些已经复航的国家间执行飞行任务 但目前只开放埃及境内 疫情最轻的三个严海省份的机场 美国加州旧金山的餐厅周末 可以开放室外用餐 但开业餐厅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 也继续实行保护公共健康的措施 另外旧金山市政府计划 在6月15日在报备安全卫生计划的前提下 允许室内商店重开 好 抗疫战情图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中国新冠肺炎目前最新的情况 内地在14号新增了有49例确诊 其中39例是本土病例 包括了北京的36例和北的3例 另外有10例是境外输入 分别是四川有4例 重庆2例 陕西2例 上海1例 福建1例 此外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有18例 其中有11例是境外输入 当天没有转为确诊病例 现存的确诊病例当中 大家看到以北京最多 之后是广东和四川等地 再来放眼全球 截至目前全球有超过210个国家和地区 出现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人数超过798万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3万 各国方面 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累计超过了216万 有11万7千多的死亡病例 而在南美洲的巴西 累计确诊人数接近了87万 在首都巴西利亚的病例 呈快速上升趋势 而另外 墨西哥单日再增4000多例确诊 死亡人数也超过了1万7千例 欧洲方面 法国在15号开始全面重启经济活动 并且重新开放和欧盟国家的边界 而西班牙从21号起 将会对除了葡萄牙以外的深根区国家 重开边境 亚洲方面 印度累计确诊超过33万 在孟加拉 则是有累计8万7千多人受感染 韩国在14号新增了37例确诊 当中有24例是社区感染 并且大部分都是在首都圈 土耳其自从6月份开始放宽了限制措施 病例一直在攀升 14号路德新增确诊 1562例再床新高 卫生部长也呼吁民众 要限制社交生活 以遏制疫情 而在非洲 南非的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突破了7万例 特别关注北京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在刚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北京新冠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 根据通报北京全市核酸检测机构 在14号一共检测了7万多人 其中59份检测呈阳性 6月14日按照应检测检 院检测检的原则 全市核酸检测机构 共检测76,499人 结果阳性59份 其中地毯医院 以在院的病例27份 新增确诊病例21份 有待诊断的阳性检测11份 此外 在发布会上 北京市纪委监委党风正风监督室主任 肖萨就指出 市纪委市监委在13号成立了调查组 针对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 疫情防控工作当中 所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进行调查 经查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 丰台区花香党委书记王华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总经理张岳林 在防控工作当中 存在着落实四方责任不到位 四早要求不利 消杀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三人已经被免职 大家也非常关注 到底在新发地这个病源来自于哪里 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就表示说 目前在新发地批发市场的新冠疫情的 溯源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而这个基因组的测序显示 新发地批发现的病毒来自于欧洲 现在目前已经公布出去 就是这个病毒通过全基因组测序 是从欧洲方向来的这样一个病毒 所以说初步判断应该它还是一个 跟输入性的这种有关的这样一个来源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种可能性就是 可能是这个污染的这样一个海产品 或者是肉类 就是比如说在境外 现在的话它的疫情还是非常严重的 这样的话有可能在这种处理 这样一个肉类海鲜的过程中 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污染 然后这种肉类和海鲜 再进入到这个市场中 然后在人员在接触的过程中 它会发生感染 然后再进一步的造成这样的人物传播 它比较容易实现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传播之后人在排毒之后 通过这样一个护道分泌物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物品 导致了这样一个这种传播 那么除了新发地所在的丰台区之外 北京各区也就在当地的一些新冠疫情的新形势 就重点场所 重点人群 还有行业也都进行了一些摩查 还有核酸检测 暂时还没有发现感染者 像淮柔区就以万兴农副产品市场 作为一个重点 对农贸市场超市 还有养老机构等展开环境监测 以那些接触过新发地和精深海鲜市场的人员 作为线索摸牌及关联人员 那截至到14号晚上的10点 有3476件结果都是阴性 另外像平谷区疾控部门 就那些曾经去过丰台区新发地的132人 也展开了相关流行病学和环境样本的调查 那截至到14号的8点 也没有发现确诊的病例 好 抗疫无国界 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 美国多个州新冠疫情出现了反弹的势头 在上周六 全美新增超过了25000宗的确诊病例 这也是自从5月2号以来的最高 向纽约州的州长科默 就批评民众无视法律的要求 警告会重新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 纽约州州长科默14号表示 当局近日收到25000宗 违反社交距离限制的投诉 大部分是在纽约市曼哈顿区 以及长岛的汉普顿区 他要求当地政府做好监管工作 否则会暂停解封 如果我们有一个高约的状态 的法律 which is tantamount to a high likelihood of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not monitoring policing doing the compliance yes, there is a very real possibility that we would roll back the reopening in those areas the only alternative would be 截至14号 亚拉巴马州的新增确诊病例 连续四天创新高 亚利桑那、加州、俄克拉荷马 等多个州 过去三天都录得破纪录新增病例 快速重启经济的佛罗里达和德州 入院人数也创新高 有卫生官员认为 病例增加 与民众在5月下旬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外出有关 总统特朗普计划本周六 在俄克拉荷马州 塔尔萨市举行竞选集会 当局忧虑 在市内举行大型公众集会 会导致疫情反弹 塔尔萨县卫生部官员发表声明 呼吁民众戴口罩参加集会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访问时也表示 参加集会者应保持社交距离 佩戴口罩 防航卫士综合报道 那么随着疫情在欧洲的趋于缓和 各国也逐渐地重启经济 像英国那些贩售非必需品的商店 将会在15号开始重新的启动 像西班牙就可以重新提前 对于欧洲申根国的旅客开放入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缓和 英国售卖非必需品的商店 将在15号重开 首相约翰逊到伦敦一个购物中心视察 并表示对即将得到重振的经济感到乐观 面对国内要求放宽社交距离限制的呼声 约翰逊回应称 当局正在检讨相关措施 但又指出直至7月才有可能放宽 当我们把数据下来的数据下来 所以它变成1,000,1,1600,甚至甚至少 你的账率是2m,1m,甚至25分距离 所以我们把数据下来的数据下来的数据 所以我们开始建设更多的资源 我们将会在这些设计下来的数据 我们将在我们设计下来的数据下来的数据 10天 但对葡萄牙方面将从7月1号起重开 此外 西班牙旅游圣地马略卡岛将在15号 率先对德国游客重新开放 作为日后复苏旅游业的一次试验 目前岛上的商铺和酒店正在加紧进行清洁 准备迎接第一批旅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近日欧盟就指责俄罗斯在新冠疫情期间 散布虚假的信息 对此俄罗斯RT电视台做出了回应和反驳 指出欧洲目前正现在疫情危机当中自顾不暇 于是就希望能够透过歪曲俄罗斯的报道内容 把民众的仇恨转移到俄罗斯的身上 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局语早已有之 早在2015年 欧盟的欧洲对外行动署就成立了 东方战略司令部工作组 并建立欧盟对战虚假信息网站 意在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不实信息和假新闻进行反制 欧盟每年向工作组拨款500万欧元 来搜寻俄罗斯发布的不实信息 不过俄罗斯RT电视台指出 欧盟的行动并不公平公正 2018年时 由于错误地将多家媒体标记为虚假信息发布渠道 欧盟对战虚假信息网站就遭到几家媒体起诉并被罚款 RT电视台并指欧盟的这一网站会通过故意遗漏上下文和歪曲内容 来误导人们以为俄罗斯的媒体报道失实 例如网站发布文章称 RT电视台报道的比尔盖茨正在进行削减人口计划 并打算毒控全球政治是假消息 然而事实上RT的报道是 一名意大利议员谴责比尔盖茨是疫苗罪犯和全球化主义者的工具 这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阴谋论推向新高潮 RT电视台更反问欧盟 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曾发布不实言论 误导民众认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 却不被欧盟所谴责 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或是川普总统特朗普 为什么RT还没有发布的计划 因为这并不是为了StratcomEast 如果他们不能找到什么 要报道大弱的中国 人们以后会会问问问 和缺资金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 他们也没有找到绝对疫情 对疫情和疫情的危险 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一刻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 都尽管从他们自己的危险 进入敌人的影响 这不是很好的方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就这个话题 我们请出本台的时事评论员 宋忠平先生做点评分析 孙杨忠平好 欧盟你好 欧盟对于俄罗斯的指责 您看基于目前的信息 是有真凭实据 还是一种甩锅行为 另外各大国围绕着目前的疫情 是不是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 舆论战信息战 实际上现在西方有些国家 尤其是美欧这些国家 他们完全在疫情上是政治正确 他不考虑疫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如果通过科学溯源 或许能够找到这个病毒 究竟来自于哪儿 但是现在大家都把这个疫情 去政治化 大国之间在疫情问题出现之后 应该合作 通力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你看俄罗斯实际上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他濒临和谁接壤呢 是和欧洲很多国家接壤 而俄罗斯的很多板块 经济生活主要是在欧洲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俄罗斯 为什么后来疫情这么严重 你看中国出现疫情之后的话 俄罗斯第一时间就切断了 和中国之间的边境 所以的话这个疫情来自于哪儿 他们自己知道 正是因为欧洲疫情非常严重 而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边境没有切断 所以导致俄罗斯也是深受欧洲其害 所以这个问题才是一个根源所在 但是作为欧洲来讲的话 他现在就是要考虑如何来甩锅 他不考虑和欧洲之间一个合作的关系 而且欧洲现在又深受美国的影响 所以他就认为有些东西 不能够自己去承担 承担之后的话 在国内的政治问题上他是没有办法交代 既然如此的话需要树立两个敌人 一个是俄罗斯 另外也把中国作为抹黑的对象 这样的话就能确保他在国内是政治正确 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和欧洲之间加强合作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甩锅是没有出路的 把科学问题政治化故意地甩锅 制造敌人 然后吸引舆论的焦点 好 谢谢宋先生点评分析 那我们这一节稍微休息到这里 下节回来之后呢 将会继续来看目前新冠疫情 还有哪些的消息 值得我们关注 稍后见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 各地的经济活动都是急剧的放缓 甚至停摆 其中香港经济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多项指标都录得了 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跌幅 有香港的经济专家指出 短期之内香港经济要想复苏的话 关键是看出入进口案 何时解封 来看一下本台制作的 全球经济重振进行时 系列报道 关注香港 在疫情影响下 香港经济在第一季 按年收缩8.9% 是有记录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 比较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 和2008、09年环球金融海啸的时候的情况 总有更差 今年第一季 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按年跌9.9% 服务输出录得37.8%的跌幅 刷新记录 私人消费开支的跌幅 急剧扩大至历来最差的10.1% 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下跌36.1% 酒店房间平均入住率仅为34% 2月至4月的失业率急升至5.2% 有经济学家指出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 构成本地生产总值GDP的三驾马车 贸易 消费和投资都很受外围影响 目前看来内地三四月份的出口表现比预期理想 所以香港经济的转折点何时到来 取决于何时取消出入境限制 重开口案 我们现在数据就有三月四月的出口 三月是大判断的 中国四月都比三月高的 所以只要中国保持出口的势头 然后我们开关 有游夏、印度、中国、其他地方慢慢来 我们不需要去回 譬如最高峰时一个月六百万 只要我们去回去年年底年底 三百多四百万 都足以维持 起码比现在这个情况好 所以只要开关 很多行业都会好 例如零售、建筑、酒店 对于香港金融发展局早前的报告指 疫情当中人民币可以发挥避险资产的作用 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契机 庄泰良认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可以趁机争取增加在本地使用人民币的额度 包括让人民币进入楼市交易 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如果你想在香港加强人民币的使用 其实最好就令到我们 一些比较大额的金融交易 就用人民币结算去买楼 过来来的学生 其实去在香港买楼 给人民币 其实完全没问题 最好他们是有人民币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人民币大额的贷款 贷款 贷款都是给一些 例如企业的 回大陆做生意 人民币是可以做的 至于在疫情影响下 非接触经济 会不会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 庄泰良说看不到有关的契机 因为香港的人口和市场始终较小 要发展有广泛影响力的产品 并不容易 方卫视卫影音相报道 继香港海洋公园之后 香港另外一个主题乐园 迪士尼乐园 必须要在入园7天之内在网上先预约 预约时还要做出健康声明 入园之前需要通过体温测试 园内的排队区 餐厅 游乐设施都需要实施社交距离 工作人员和游客也都必须佩戴口罩 以及抱持社交距离 今天香港的幼稚园高班至小学三年级学生 以及中学三年级到五年级跨境学生 复课 我们来看复课的一个画面 在天水围区早晨的8点左右 第一辆校巴就接在了区内9间学校 大约40名中学三年级到中学五年级的跨境学生上课 那学生在抵达学校之后 先得经过消毒地毯 红外线体温测试 并且还要用酒精搓手液去洗手 有跨境学生表示 过关的流程大致是顺畅的 但时间比过去要长一些 而在幼儿园方面 复课安排大致也是顺利 那学生在入院之前 是要由教职工用酒精搓手液 为他们消毒 在测量体温之后才可以进入学校 有学生的家长就表示 心情很复杂 虽然说希望孩子可以上学 但是也担心 新增的本地个案可能会让疫情逐渐反复 今天抗疫小提示要特别关注的是 最近大家很热门的三个字 健康嘛 那么随着疫情趋于缓和 越港就是广东和香港将会推出 健康码的一个护认措施 消息指出那些在内地设工厂 供应香港日用品的公司 在内地从事生产的香港企业 以及跨境货车司机等人士 可以在第一阶段来申请香港健康码 但是初期的话会限制申请的人数 那么根据了解 目前香港是有八所检测机构 可以提供香港健康码认可的新冠病毒测试 那些申请人需要首先去这些机构 进行核酸检测 那之后呢 就可以再到卫生署指定的网页上 去申请香港健康码 填写个人信息 还有提交化验所样本的一些号码 那之后呢 那系统会做出验证 核实证确之后 那申请人就可以选择离境日期 但是呢 系统也需要检查 当天还有没有配额 如果有配额的话 就会发出跨境的通知书 根据初步了解说 商务人士 包括刚刚所说的 在内地设厂自供应香港日用品的公司 在内地设生产厂房的香港企业 都可以有两个申请名额 那么另外呢 有公务工作 跨境司机也可以申请 那至于旅客 一般旅客 未必在第一阶段就被包护其中 那大家所关注的说 到底每一天有多少个名额 现在还没有定案 那相信呢 会限制在一千个名额以内 携手抗疫你我同心 节目最后 我们要一起来听一曲 网友为疫情所改编的一首科普歌曲 变得更老人 越来越来越高极其 变得更大 国际上的回头 都被奏关系 目前交易 你看 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